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我那天也去餐廳吃飯 我跟老闆點牛肉 那他就吃光了 他說張大哥 不好意思 現在牛肉沒買 我說怎麼沒買 他說現在就沒錢 去收養了 對 他說去外鄉 他說反正去那個鄉 就是說我如果賣了我就了解 我如果要去就給你吊 你看 牛肉到這種地步 然後他說賣當勞 已經不賣薯餅了 摩斯安保也不賣薯條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從加拿大運來 可能不好運了吧 現在 費主 所以剛剛我們有剛剛講到說 長榮不是員工發四十個月嗎 因為其實去年最賺就是那個貨櫃三雄 因為你那個整個 因為你想看我們人不能移動 那時候什麼移動 貨物移動 你就在家裡這邊網購 所以貨物其實很多的運輸 那所以他的需求 第一個他的需求增加很多 然後因為過去那個航運業 已經壞很久了 所以根本沒有人造新船 所以需求增加供給減少 那本來價格就會上漲 那在平時還沒有在這波疫情之前的時候 那個運價可能就是維持在兩千到三千 一個貨櫃美金這樣左右 可是你知道到最後 他們如果二十尺的貨櫃 然後再加上這些附加費 最高可以到一萬多塊美金 對 這漲了好幾倍 所以你看那個獲利就會很近人 那其實這個漲 除了這個剛剛我講到需求的問題以外 還有因為碼頭工人染疫 那碼頭工人染疫 還有美國的 你有去過美國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美國的基礎設施 其實並沒有很先進 那碼頭的那個設施 也沒有也沒有辦法負荷 再來其實貨櫃到了之後 下了之後還要什麼 還要卡車司機 又缺卡車司機 卡車司機也有染疫的問題 所以事實上現在整個這個 這個環環相扣 我覺得這個塞港 現在聽說在那個美國 這個西岸港口外面拍了一百多艘船 都沒有辦法進來 沒有緩解嗎 沒有緩解 其實這個就是要靠時間來消化 所以他們才預估說 其實這個航運公司 其實今年的獲利 還是會比去年要再好 可能那個二零二三年 才會舒緩 應該要還利於民 是不是都是我們最初 沒有 但是我剛才講說 你是說叫長榮怎樣 就是辦個大超獎好嗎 沒有 辦個全民大超獎好嗎 沒有 我先講說 其實不只是食材 連藥物都可能因為這種貨運 這種塞港 或者是因為我們運價很高 你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因為你知道臺灣 因為臺灣在健保 我們有很強的協商的能力 所以我們有一些藥品 其實他非常非常的便宜 比如說如果大家用的比較多的 這種三高的用藥 其實他的賺的錢已經非常少了 所以在全球排行裡面 這個原廠的藥物要送達各地的時候 我們可能是賺最少的那塊地方 我們是用量大 可是他是種得少 所以我如果在產量有限 然後我運量有限的時候 我不一定會選擇先送到你們這邊來 所以之前像我呢 我因為長期要用高血壓的藥物 然後我又有時候懶得回醫院去拿 因為有時候覺得去次大醫院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常常習慣去藥局拿 我斷藥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有一個高血壓藥 他斷了將近快半年 然後另外一款也是斷好幾個月 這樣危險 對 然後我就是 我的做法是先換別種藥 但是問題來了 後來我就想說 到底為什麼會斷呢 結果後來就發現說 第一個當然是因為一些 用物料的關係 調度的關係 或傳染的關係來不及 後來就發現這藥賺太少 他沒有辦法做 像你一樣去坐飛機 要賺了很多的錢的藥就能坐飛機 賺了很少的錢的藥就等船運 所以如果我們老實說 他如果在塞港 你這些連藥物民眾的藥用的東西 都可能會受到一些實驗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美國那玩具 他們都缺貨嗎 因為玩具體積大毛利少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要去運了 因為你運的話你根本是賠錢 這不是有一個小朋友的禮物 等了很久才等到 運晶片最划算 對 相互談 當然新的一年大家也 一定很關心 可以賺多少錢 賢主 你覺得股票怎麼樣 我這個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的主計處 最新的估計 二零二二年 臺灣的經濟成長率是四點六 那這四點六成績很好的意思 是因為我們的二零二二一年 是六點一 就是說他的基期很高 所以接下來要到四點六是不容易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國民所得大概三萬五千美金 我們的失業率是三點七 我們的消費者物價指數是一點三 也就所謂的通貨膨脹 這個是政府估計的 來 不好意思 對 就是說其實 其實今年 剛剛我已經跟大家講說 今年的景氣還是看好的 但只是說 因為我們的股價指數 已經來到一萬八千點 這個高點 所以你從一萬八 你難道在期望上到兩萬三嗎 其實它是有困難的 所以今年就是說 你在投資股票 你的期望值要降低 就是說你過去可以報一個波段 比如說你看好一個公司 你可以報一個波段 像去年很多股票都漲三倍五倍的 可是今年可能我覺得 你那個期望值就要降低 你可能就是當股市 比如說像美國股市大跌 你可能中錯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買 但是你可能漲了十趴二十趴 你可能就要賣掉 就是你這種 你要有居高思維的這種觀念 那就是說 可是我還是說像 這是會懂得超過股票的人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不懂得超過股票的人 我舉一個例子 去年外資都在笑說 投資台積電是死錢 那你想看如果你去年買一張 台積電六十萬 那你賺了一萬塊的利息 你這樣算一算 你也有三趴 你也有三趴 好 你就那一整年都不動 可是到最後的時候 就像最近台積電動了 他漲到六百八 那你看你就賺了 假如你就賺了八十塊 其實你光 你這樣 都是定存了好幾倍 就是說其實你不懂股票的人 其實你就可能就是買一個 很安穩的公司 他可能或者是除了台積電外 還有 台灣還有很多公司 因為他像剛剛鄭大哥講 他獲利好 所以他可以給你穩定的股息 可能是六趴七趴 這個都比你放在定存好 所以其實股票來講 長期來講還是一個 如果你投對公司 還是一個算是不錯的一個工具 像我 像其實今年大家都預估說 電子會要升息多少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這個一大 就是這個世界 實際上是變動的 就是說我發現各國的央行 其實也很怕股市跌 因為現在靠股市的人口實在太多 那股市跌會 股市撐著他政府才有票 對 所以就是說其實股市 如果太大幅重挫 他們也會隨機調整 我覺得像我其實最近感觸蠻深 就是我記得當時 我們在跑這個福帽的時候 那時候馬英九政府不是說 台灣如果不簽福帽的話 會多慘多慘嗎 可是你想看 那個時候沒有人預期到有中美貿易 沒有人預期到有COVID-19 結果現在台灣是幾乎是 就是有史以來最好犯的一個狀況 所以就是說大家在想說 像我搭計程車的時候 計程車司機也會問我說 那個中國會不會打台灣 那我就覺得是其實有時候 我們不用去煩惱這樣的問題 其實你就是把你自己該做的風險 跟那個就是功課做好 那你就把自己的事情關好 那很多事情 你沒有辦法去預測 就是說你這樣子 我們當時看說不簽福帽 台灣不跟大陸往來 我們就會很慘 可是這樣幾年下來 去年台灣的GDP又在創高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的發展 世界的發展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那你就是把自己的分內的東西做好 這樣子 台灣感覺很小 其實我們是因為在中國旁邊 感覺很小 在日本旁邊感覺很小 其實台灣不小 對 你知道台灣的經濟力 是世界排第幾名你知道嗎 差不多第 很像第十是不是 沒有啦 台灣經濟力差不多第二十 二十 你知道我們的國軍力排世界第幾 你知道嗎 應該是前幾名 我們大概排第十五名 台灣不小 對 那這個會說 去年二零二一年 漲最兇的股票是哪一次 其實都漲很多 我耶 這樣 這樣好了 你賺多少錢 我是有賺 有賺 但是沒有 那但是賺多少不能講 賺得夠數 你記住嗎 沒有就是說其實我發現 這一 就是我跟你說 其實這一兩年來 其實台灣真的 狀況是真的滿好的 那你如果抓對 抓對趨勢 其實是滿不錯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半導體好了 其實你看其實 其實光現在車子用的這個 電子的東西是增加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 現在這麼的行 就是說其實這個整個趨勢 不管你的高速運算 你的車用 或是5G 這全部都要用晶片 所以台灣其實在 台灣其實在未來 其實還滿開玩笑 因為我們有這個半導體的產業 電視很完整 所以半導體產業 大概可以看到二零三年 都還是不錯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滿 其實我滿鼓勵大家就是說 就是不要把錢放在銀行 還是要適時的做投資 我剛剛舉例那個台積電就是 就算它一年 它一年不漲 你只要賺它的利息 它都是定存的一倍 那如果你在有價差的話 你實際上是更多的 樹清有買股票嗎 一點點